字幕志愿者 杜牌 字幕志愿者 杜牌 Hello 大家好,我是赛赛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赛赛关游戏 今次将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荒野大标客 救熟2》的主线剧情和背景 如果想知道游戏的基本资料 可以去看我另外一条影片 在简介下面就可以找到 首先来讲一下游戏的背景 之前赛赛也有提过 本作是拿了20世纪初 大概是1900年 这段时间的美国作为背景 通俗点说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崛起的阶段 而且大部分西部的地区还是很原始 基本上是只能坐火车才能去得到 所以就产生了当时几乎无法无天的西部牛仔文化 在电影里看到经常骑着马 戴着牛仔帽 有支阻伦手枪那些就是很典型的牛仔 本作做得最好的就是最大程度 去还原和凸显了当时的牛仔文化 和生活的环境 例如死亡之眼的机制就是复刻当时的牛仔 当两个牛仔要面对面决斗的时候 谁拉枪射击快点 谁可以先一步杀死对方 加上当时的西部地区 政府的管理还未去到很严 这些牛仔几乎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玩家在game里做任何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符合当时的背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西部地区还未被人开发 很多地方都还住着 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 或者被野生动物占据住 所以游戏中都会看到这些族类的人 和玩家打交道 而且玩家探索地图 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这些都是游戏按当时的环境重演出来的 也是在这game做得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 西部牛仔都离不开骑马 游戏中玩家都要管理好自己的马 因为当时的马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玩家无论去到哪里 多多少少都是靠马 而且玩家对马好些 可以令它升级 而马越高级就会跑得越快 游戏主线剧情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 当时这些牛仔都很流行拉帮结派 一班一班人分成很多帮派 因为对比起一人打劫银行 一班人抢劫成功率更加高 所以游戏中这些牛仔忠诚于自己的帮派 而我们的主角也是帮派成员 名字叫Arthur Morgan 我们就叫他阿叔 阿叔一开始就是一名好典型的牛仔 人品也很好 再加上玩家的无敌光环 在帮派中是最帮得手的一个 而帮派的大佬就叫阿Dutch 我们就称为德叔 他的身手也非常好 而且为人也很不错 又讲義气又乐于助人 所以阿叔也很尊敬他 他也把我们的主角阿叔 当成亲生仔去对待 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今次本作的主线剧情分成六个章节 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就讲述了帮派刚刚开始走难 因为之前他们抢劫了一间银行 但失败了 不单只钱拿不到 还要被很多执法人员去追捕 那走投无路之下 帮派大佬德叔就已经决定了 带着全部帮派成员 逃难入大雪山里面 打算避避风头先 虽然说是一个帮派 其实主要做事的都是靠阿叔 德叔这些大男人 一般都是靠他们抢劫银行 放高利财 帮人追债 但帮派里面还有很多女人 甚至是小孩 所以他们一大群人在雪山里面避难 找地方和食物 其实都是很艰难的 玩家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开始游戏了 最初几个任务都是教学为主 让玩家熟悉了游戏的操作和环境 然后会教大家如何打劫火车 如何用死亡之眼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 帮派终于逃离雪山 然后扎营在平原地大的一个小镇附近 而第二章的故事 就是围绕着这个叫Valentine的小镇展开 玩家来到第二章 先算是正式开始玩本作的开放式地图 由现在开始玩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跟着主线故事的话 玩家都会接触到商店、酒吧、旅馆等设施 然后还会教玩家如何打猎 和升级武器 基本上第二章的故事 都是教玩家基本的东西 将玩家可以升级的东西介绍一下 让玩家熟悉周边的地区 但是好景不长 之前打劫火车的时候 帮派抢了一个铁路公司的大老板很多钱 但是这个大老板就带着很多手下 在小镇埋伏主角他们 但是阿叔和德叔都是很厉害的牛仔 即使有一个帮派成员受了少少伤 他们最后都会全身而退 不过现在帮派就没办法继续在Valentine附近蹲 于是整个帮派又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接着就来到第三章 这次帮派就安顿在湖边的一片树林里面 这个地点赛赛都挺喜欢的 而且附近都有一座小镇 叫做罗德镇 那么阴差阳错之下 阿叔和德叔是刚刚安顿了下来 就跟罗德镇的执法人员玩得很熟 再加上罗德镇的人 又不知道阿叔他们是不法分子 阿叔就帮他们做了很多差事 过程中也了解到 其实罗德镇是有两大家族在操控着 但是两个家族之间都有血海深授 基本上就是势不两立 其实阿叔和德叔这个帮派 一直以来都是想想办法赚钱 意图做一件大事 然后就用这些钱 让帮派里面的每个人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世外徒原 重新开始过一些稳定的生活 这个也是阿叔的愿望 所以当时他们看到 本地有两个有权有势的大家族内斗 他们就想坐山观夫斗 然后再乘机在两大家族手中 抢获勁的 那想法当然好 但是事实就不一定是那么好 因为其中一个家族很快就已经发现了 阿叔他们的身份 又在罗德镇报下了天罗地网 就打算埋伏阿叔他们 毫无疑问 阿叔他们又要肉血奋战 不过今次他们都损失了一名帮派成员 几乎杀了整个小镇的人 才冲出了包围 谁知道麻烦还未完 当阿叔他们回到湖边的营地 又发现了整个帮派的氛围超级紧张 原来帮派里面唯一的小孩 名字就叫阿杰 被另外一个大家族捉走了 阿叔和德叔他们全部都很生气 敌人竟然用这么阴湿的招数 趁他们没人的时候 偷走了阿杰 所以发誓就是血洗这个家族 帮派里面最厉害的几个成员 包括阿叔和德叔 就全副武装地去这个家族的大宅 这个任务 赛赛都玩得很热去沸腾 因为我都很欣赏这些牛仔讲義气的一面 尤其是他们为了帮派的成员 可以赴汤道火 有人欺负他们的话 整个团队就会团结起身 然后一次对外 这件事可以说是阿叔他们帮派的优点 这个游戏都将这点表现得非常好 虽然他们抢东西是不对的 但他们其实都是好人 是时代令他们走上了帮派牛仔的道路 所以在赛赛我玩到这里都觉得很感动 说回来 阿叔他们这次全部都带了工具 去别人家族大宅里找阿Jack 但家族的人不愿意交阿Jack出来 结果两边又开始枪战了 凭借我们的主角光环 加上无敌的死亡之眼瞄准系统 很快就将家族的人全部清干净 捉了家族的主谋出来 接着一把火就把这间大屋烧光了 之后帮派也知道了 原来阿Jack是被家族送走了 去了一个叫圣丹尼斯的城市 主线的第三章就到这里了 第四章就开始说帮派搬到下一个据点 以及在丹尼斯里找阿Jack的下落 这次这个据点是在沼泽地里的一间大屋 而且很搞笑 菜菜我第一次看到这间屋的阵势 就知道这里肯定会有一场大战 当帮派安顿好之后 阿叔他们就立即进去圣丹尼斯找线 圣丹尼斯其实是本作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 什么歌剧院有轨电车码头这些全部都有齐 是比玩家去过小镇大很多倍的 而大城市肯定都有大黑帮 而且刚好阿Jack原来是在黑帮大佬的手上 因为不可能跟黑帮大佬硬抢 所以阿叔他们就先帮黑帮大佬做些事 等熟落了再想办法 幸好这个黑帮大佬肯放了阿Jack 没多久就已经摺到他出来了 算是可喜可可 而帮派之后都在圣丹尼斯附近 继续找些散事做 在过程中帮派又收到封 原来圣丹尼斯的银行有大量的现金 但德叔也打算做这瓶大佬 帮派就可以实现梦想 经过了一番计划和部署后 帮派就开始行动了 本来计划开始得很顺利 但当阿叔他们打开银行金库 钱都拿到手准备走的时候 才发现银行外被执法人员和之前的仇交团团围绕住了 赛赛玩到这里都感觉到这次是大事了 虽然玩家控制的阿叔没事 但走路的时候帮派损失了不少人 而且阿叔得宿他们都走投无路 唯有晚上偷偷躲在码头上了一条货船 才勉强走掉追捕 不过他们也带不到很多钱出来 而且还很克制 船开开一下就遇到暴风雨 钱沉落大海里面 阿叔他们的几个牛仔都很不容易 先漂流到他附近的一座岛上 回想起来真的很丟心口 辛辛苦苦没那么大的险 死了那么多人 到头来得个吉 不过阿叔他们都很快振作精神 几个人在小岛上杀出一条血路 最后便平安地回到美国 阿叔回到这里之后 第一时间就是去找回之前的帮派成员 当他回到营地才发现帮派全部都走散了 幸好帮派里面一个很醒目的阿嬸留下暗号 阿叔才顺着暗号的线索 找回剩下的帮派成员 原来他们抢人行失败失踪之后 阿嬸已经是帮派唯一一个会用枪的人 他也很坚强地带着正低的帮派成员 走难到沼泽深处里面 当阿叔得叔找回他们的时候 仇佳也找到他们的位置 无可避免地又打了一段枪战 今次甚至连机关枪也上了 幸好我们这群牛仔始终是最厉害的 解决敌人之后 帮派才有时间去休息 但阿叔又很快收到料 有一个帮派里面的好兄弟 叫做阿John 原来还没死 不过在当日聖丹尼斯打劫银行失败之后 被执法人员捉走了 现在在监狱里坐牢 阿叔就立刻去救阿John 提出去救他的时候 作为帮派大佬的德叔 反而开始不想救人 在这一刻阿叔才发觉 德叔在小岛回来后 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没有了自然带领大家的凝聚力 不顾帮派成员的生死 而且开始疑神疑鬼 说到这里 我都觉得德叔是不同了 开始有点冷血 而且常常说谎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叔唯有找到阿沈 接着两个人去监狱救阿John 而本作的最后一张故事 就是由这里开始了 事实上这位兄弟 即是阿John 是之前被黑帮劫持的阿Jack的父亲 而且阿叔和阿John 一直以来感情都很好 他更加明白阿John的家人 很想他们救阿John回来 所以阿叔今次 决定自己和阿沈冒险去监狱 幸好当时的监狱 还没有防范得很严密 阿叔和阿沈都顺利救了阿John 而阿John出来了之后也有爆料 原来当初德叔本来有机会救他 但也没有救到 所以他才会被人捉到 但到了今时今日 阿叔也终于明白到 德叔的心态已经不同了 即使是以前很尊敬他 但现在德叔只是想着他自己 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再跟他相处下去了 而且阿叔也意识到 这系列的混乱旅程 差不多是时候要结束了 其实阿叔最不放心的就是阿John 他们三个儿子 之前在圣诞尼斯的时候 很不容易才能救到阿Jack 现在又这么辛苦去劫肉 才能救到阿John 在阿叔的生活中 他们一家人跟着这个帮派 受了太多苦难 他想着阿John和他们一家人 去一个远离这里的地方 过一些平静安稳的日子 让他们可以重新开始 当阿叔开始行动的时候 就更加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的帮派一直都有二五仔去告密 由Wellington被铁路公司的人包围 到阿John的儿子被人劫持 再到圣诞尼斯去抢银行 都是有人事先通知他们的仇家 所以每次都被人捉到正 最糟糕的是 即使阿叔有证据 知道二五仔是谁 德叔也宁愿相信二五仔那边 结果和阿叔彻底反面 而故事来到这里 赛赛我也很生气 原来德叔最后是这样的人 接下来的结局 就会有不同的版本 要看玩家一路以来 做得好事多还是坏事多 赛赛可以说的是 阿叔和德叔 一路以来的爱恨情愁 全部都会结束 至于具体发生什么事 他们两个的下场 赛赛都是等大家自己去玩 去体验一下 不过今次的结局就很戏剧性 说回来 其实这个叛徒 由一开始 赛赛就已经看不上眼了 是那种一开始你就知道 她不是好人那种 所以最后知道她是二五仔 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那概括本作的故事 赛赛都觉得是近年来最触动人心 而且阿叔他们的结局之后 还未玩完 当玩家通关了结局之后 就会开始本作的后记故事 而后记故事的主角呢 就是阿叔在监狱救出来的阿John 那阿叔也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 因为故事结束之后 阿John就带着他老婆和Jack 算是过着一些比较安稳的日子 后记一开始就是说阿John他们周围找到脚点 而且阿John身上也无大武器 一心只想忍退江湖 找份普通点的工作 做回一个普通的牧场工人 远离打打杀杀的日子 和家人过一些平平静静的生活就算了 但好境不长 即使阿John很努力地保持低调 麻烦始终会自己找上门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阿John又要被逼做牛仔了 而且这次他老婆都已经顶不住 因为牛仔的生活实在太冒险了 所以带着阿Jack就离开了他 而阿John也开始自己生活 做回一名牛仔 不过他心底始终想和家人过一些平静的生活 所以他又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赚钱后建一个自己的牧场 希望他老婆可以和Jack回来 但牧场要有钱和人力 所以阿John慢慢地找回以前帮派的人 又找回和叔叔一起在监狱救过他的阿嬸 大家一起出力把牧场整好他 过程其实都非常励志 牧场的环境非常温馨 阿John的老婆和Jack很快就被阿John感动了 就是最后一家人都回来团聚 算你可喜可可 而故事的最后 阿John他们收到线索 知道了之前背叛帮派的二五仔 和德叔的下落 他们几个帮派成员就决定了了解之前的全部恩怨 而且很应景地 德叔和二五仔原来躲在大雪山里面 还带着之前他们抢落的大批现金 本作的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阿John带着阿嬸和另一个兄弟 一起去雪山里找二五仔和德叔 将本作的全部恩怨情仇 画个句号 结局就是阿John他们全部人都没事 最后他和家人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本作的剧情也算是圆满结束 而有兴趣的观众 可以去找一下荒野代表客的第一部 因为阿John和他家人之后的故事 就是第一部game的故事主线 而本作的结局 蔡蔡都觉得很安慰 因为一路玩过来 即聚下来的感情 最后玩到结局终于可以得到释放 其实真的觉得很舒服 最主要的就是帮派里面那么多人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最后只是阿John完成了他们的梦想 完成了对自己和家人的救赎 蔡蔡都觉得非常之恩惠 中细来说 今次的game 蔡蔡都给了非常高的9.5分 而他的剧情更加比蔡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都很推荐给大家 有新之年应该体验一下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点个赞 还有很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